如今女明星的身材内卷 是不是都刻在了骨子里 也不管身高 也不管先天条件有多好 主打的就是一个 要么瘦 要么死 最近看了张子峰的红毯造型 我真的不禁感叹 姑娘 你咋都瘦成纸片儿了 要说如今的张子峰 这身走红毯的黑色造型 确实是好看的 短发看着非常利落 但是 这是不是也太瘦了 跟旁边的人站在一起 不但能把它装下 而且单薄的让人惊讶 这还是以前那个拍电影 是可可爱爱的小姑娘嘛 如今长大本 应该变得更成熟 更有气质了 按理说应该更灵动 更美了 但是这瘦成排骨架子的身材 属实让喜欢她的人 感到很心疼 和陈飞宇一起参加活动时 也是锁骨根根明显 宝贝 你真的不要太拼呢 其实小脸肉肉的 也挺好看的 虽然如今瘦身管理 真的很成功 但是也不要太瘦 不然咱再吃回来点吧 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的 这之前是语言的 是不是 我也是语言的 说到纸片人 其实有的女明星 明明已经很瘦了 但还是在追求更瘦 就拿张天爱来说 在参加浪姐的时候 瘦得像遭受了虐待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她的穿搭还非常显身材 所以更趁得整个人 骨瘦如柴了 在参加综艺的时候 她还爆料自己的 极致减肥法 我瘦身有一个办法 就是白水煮蛋加生皇冠 一个星期能到 如果你坚持能到 10到15斤 真的不建议向她学习 这是体重下去的同时 体能也下去了呀 就连这么美味的炸鸡 她现在只能吃 指甲盖那么多的量 就这都不够我塞牙缝的 吹口气都没了 真是瘦到了 让大家不忍心看的地步 明明之前都已经很美了 为啥还要对自己这么苛刻 要说跟张天爱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内鱼里也只有金尘了 为了瘦 也是够拼的 一天只吃一顿饭 171的金尘 甚至还不到90斤 360度转圈 看着都没有一点多余的肉 瘦到连晋身器材都掏不住了 从侧面看 真的是瘦成了纸片一样 都说上镜泡10斤 但是在影视剧里的金尘 也是瘦得骨头都看得清 其实她之前演戏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瘦 多多少少脸上还是有点肉的 上镜的状态就刚好这不好 前阵子上映的平凡之路里 她这脸颊都已经欧陷下去了 连带着感觉五官比例 也不如以前好看自然了 说到瘦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像田西威这样的甜妹 也要走到瘦身这条道路上来 看她的背影 也是瘦到了骨骼分明 一起直播的时候 李雪芹还用手量了一下她的胳膊 都是不可置信的眼神 之前那个圆圆脸的萌妹 已经有点瓜子脸了 而且穿上裙子也非常纤细 甚至还一顿因为太瘦 被网友喊话 别再瘦下去了 娱乐圈确实有一些女明星是非常瘦的 像孙怡 陈都玲 周冬雨 可能本身属于小骨家的 一直都是没肉的状态 而有些女明星是明明已经很好看了 不知道为了什么标准 一瘦再瘦 像尹儿为了减肥 吃药 每天只吃柚子 就比如说 我就想尝一点味道 不然人就会很晕 所以我就用那个筷子 沾一粒在嘴巴里 然后就觉得有点咸咸的味道 今天一天就可以撑下去了 饿了就去掉 但是最后撑不住了 您现在活着真是个奇迹 盲目的追求兽 真的无异于自虐 好了宝子们 今天就先说到这吧 咱们下次再见吧